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一共发生过五次中东战争 直到1993年 经国际社会多方斡旋 双方矛盾才得以转环 签署了和平协议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 该地区的流血时间并未停止 和平前景仍然渺茫 圣经里曾经巴勒斯坦描述为流着奶和蜜的地方 可这个一度富饶的地区 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战火和硝烟 反观以色列建国仅七十余载 便成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 即便如此 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依然得为战争买单 事实上 巴以冲突背后 隐藏着的历史根源 即关乎国家利益 民族 恩怨 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 更关乎大国博弈 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相互影响激荡 使得巴以冲突的复杂性 非同一般 所以本频道 也开启第一系列的战争风云路 中东战争 为大家讲述中东战争的始末 地狱 本来出自基督教的向下 是与天堂相对应的地方 而在基督教产生两千年后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却出现了由人工营造的地狱 这就是专门用来屠杀犹太人的纳粹灭绝营 党卫军就是建造地狱的人 二战中 纳粹总共在欧洲 修建了三十多座集中营 这些集中营 大部分是灭绝营 仅在臭名昭著的 奥斯威辛集中营里 就有四个焚尸炉 每日处理尸体的最高纪录 是六千具 七十五万犹太人被杀 他们的骨头渣被碾成粉末 有的用卡车倾倒在河里 有的当肥料出手 灭绝营中堆满了犹太人的头发 纳粹称之为战略物资 用来编褥子和缆绳 还有成堆的甲织和眼镜 经过战后粗略统计 被关押的七百八十二万犹太人中 有七百一十二万遇害 仔细了解过犹太这个民族后 我们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宗教民族 他们世世代代固执地 虔诚地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习惯 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生活习性 难以和其他民族融会 并且犹太人 在国际上民生不好 为什么民生不好 这也是个恶性循环 犹太人作为异教徒受到打压 能从事的工作不多 只能从事商业投机 放高利贷等工作 加上文学作品的渲染 留下了唯利是图的形象 故而在欧洲遭遇了上千年的欺压 只不过希特勒 则把对犹太人的迫害推向极致 欧洲犹太人问题 是欧洲文明史中的一个 散发恶彻的农包 希特勒党卫队 对六七百万犹太人的残杀 把这个大农包彻底捅破了 一双双犹太人的眼睛 审视着战后的世界 战后的世界 必须重视这个在欧洲 翻缴了上千年的问题 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之策 是要事先给犹太人找一个家 或者说要组织一个 能够安顿这个民族的国家 当时的世界 为犹太人寻根溯源 把犹太人的根 追寻到巴勒斯坦 但谁也没有想到 为了安置犹太民族 会引发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 在漫长的岁月中 这片土地曾被希伯来人 巴比伦 波斯 希腊 罗马等外族 轮番占领 但最终 全被驱逐出巴勒斯坦 后来的阿拉伯人 不断迁居巴勒斯坦 与土著同化 使得巴勒斯坦 正是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 生活在这里的居民 是属于阿拉伯民族的巴勒斯坦人 他们日出而走 日落而息 一代又一代阿拉伯巴勒斯坦人 在这里悠闲自在地繁衍生息 是这里的当然主人 但巴勒斯坦的问题在于 这里也没有形成过成型的国家 所以在帝国主义出现后 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看来 巴勒斯坦 就是一片无主的土地 英国政府 则支持阿拉伯人 战后在巴基斯坦 建立独立国家外条件 换取阿拉伯人的支持 控制了巴勒斯坦的圣城 耶鲁撒冷 巴勒斯坦 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英国控制之下的巴勒斯坦 从近代到现代 这里的人们生活方式 几乎是停止的过去 女人用水罐打水 现代的巴勒斯坦妇女 仍然把水罐停在头上 唯一的变化是 英国即将要让巴勒斯坦 成为犹太人的民族之家 此时的英国 赞成巴勒斯坦 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来自欧洲的第一批犹太人 在巴勒斯坦登陆 拒目自望 天海茫茫 能够成为犹太人古乡 古园 与故土的 只有巴勒斯坦 他们在西方资本主义 强国的安排下 开始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 建设顶居点 他们以犹太人固有的勤奋精神 一砖一瓦地建起新家园 他们在顶居点附近 购买荒地 当年就能收获庄稼 勤劳的犹太人数量虽小 但能量巨大 他们带来了欧洲文明的典型产物 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 第一次出现在耶鲁撒冷的街道上 接着就是火车 甚至耶鲁撒冷 长期被伊斯兰统一的情况下 现在出现了大规模的犹太教 布教宣道活动 而比起宗教冲击更大的 是资金 犹太人自古从事放债业务 积累了丰富的金融实力 他们带来的资金 有可能左右巴勒斯坦的经济命脉 这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反抗 冲突也越来越多 甚至逐渐发展成了内战 为了缓解这个矛盾 英国不得已 颁布了巴勒斯坦白皮书 限制犹太人 向巴勒斯坦移民和购买土地 巴勒斯坦和犹太人的矛盾 终于缓和 谁知白皮书发表三个月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在这之中 现为人知的是 随着二战胜利的接近 美国与英国 已经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 产生裂痕 这就是犹太人 重返巴勒斯坦问题 美国有不少犹太大财东 美国当时 已经支持犹太人 无限制重返巴勒斯坦的宣言和决议 这与英国发布的巴勒斯坦白皮书 完全相悖 所以 支持犹太人 重返巴勒斯坦的调子 在美国的插手下 逐然升级 面对英国的不同意 美国将纳粹对犹太人的 疯狂到极点的 触目惊心的迫害 全部公开 看着这个分布于全世界 却都是没有跟着扶平 当惨遭杀戮时 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支武装力量 为他们挺身而出的民族 看着一片片尸体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们 再也没有人反对 在巴勒斯坦 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 但要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 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其命运是叵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欧洲大约有1200万犹太人 战争中 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 就占一半以上 战争结束后 幸存的五六百万人 四处漂泊 大部分人无家可归 街头成为了他们的大食堂 距离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 还差最后一步 英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 说到底 是美国要求在这里 分别成立犹太人 与阿拉伯人的国家 而英国 则坚持保留巴勒斯坦的完整 不允许犹太人 往那里移民 但没落的大英 已无力阻止美国的决定 无奈的英国政府 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 从这时起 英国政府的巴勒斯坦白皮书 不分作废 第一批犹太移民 也正是在巴勒斯坦码头登陆 他们是有备而来 带的行李不多 但有犹太财团的财政支持 他们得以大片购买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不少巴勒斯坦人 把土地卖给犹太移民 而后用敞篷的平板车 拉着可怜的家当离去 但巴勒斯坦人并没有意识到 他们出卖的土地 以后会成为犹太国家的国土 1945年5月 设立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巴勒斯坦的前途问题 罕见的是 一样与美国不对付的苏联 竟然支持美国的分治方案 美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致的立场 让犹太国问题 第一次从猛龙间变得清晰起来 紧接着 在同一年的10月26日 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会议召开 就巴勒斯坦分治问题 展开激烈的辩论 并引起了埃及 沙特阿拉伯等国家 坚决反对 谁都看得出来 美国的分治方案 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土著 是不利的 阿拉伯土著约有120万人 只拥有总面积的43% 而且被割成互不相连的几块 大部分是九岭 而犹太移民的人数 为阿拉伯土著的一半 约60万人 却拥有总面积57% 而且大部分是肥沃的严海地区 但在场的人都低估了美国的强势 美国不顾阿拉伯国家强烈反对 直接开动表决机器 三票赞成 十三票反对 十票弃选 通过分治方案 美国正式宣布 在巴勒斯坦分别成立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 消息传来 犹太人狂喜地涌上街头跳舞 移民的闸门骤然间拉开 大量犹太人奔赴巴勒斯坦 1948年5月14日 犹太人国籍的诞生 这个时刻 犹太人不是等了几十年 几百年 而是2000多年 因为古西布莱人 在巴勒斯坦建立第一个犹太国家到此时 为3000年 从公元前64年 犹太人被罗马帝国逐出巴勒斯坦到此时 为2000多年 今天 以色列的国旗冉冉生气 白底上蓝色的六边形图案 在风中飘动 犹太人终于在这片土地上 重新建国 至此 属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旷日持久的斗争 即第一次中东战争 就要开始了 敬请期待下期 中东战争之 第一次中东战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tendencyänder10th 闪醒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VoiceOver